综艺节目《少年说》开播以来,热度逐步上升,作为一档素人综艺,参加节目的都是一些学生、家长和老师,可是这次却来了一位明星爸爸,会是谁呢? 这一期的节目,在湖南长沙某外国语学校举办长长的吐槽大军中,隐藏着一明星二代,小女孩扎着两个长长的辫子,一张嘴说话便露出掉了的门牙,十分可爱呆萌,她就是十二年五班的马展染,今年七岁的她上台便吐槽她的爸爸,爸爸虽然长得很高很帅,但是扎辫子扎得很丑,我想问大家一件事,我今天扎的辫子好看吗? 同学你异口同声,好看,马展染,这就是我妈妈帮我扎的,嫌弃爸爸扎的辫子,请认准妈妈排盘法,包你满意,马展染想告诉爸爸,爸爸,你以后能不能不帮我扎辫子,你扎得愁死了,小朋友们都笑我了,台下的爸爸意外现身,说,好,我争取,这个声音好熟悉,沈梦辰和我还偷一看,说,这不是可歌吗?可歌被女儿鼻痛对之后,也不甘示录, 雷雷,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在马桶上睡着,我真的抱不动你了,而且太香了,马展染被爸爸反将一军,表情很生气,继续和爸爸互相伤害,爸爸,我拜托你捡点飞好吗?一家四口,就你最丑